从善如灯,从恶如崩,作者冠名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曾教育我说 一个人学坏非常容易,学好就难了 一个人学坏之后,再想学好就更难了 可惜那时我的理解能力很弱 未能领会这些话的内涵 长大之后,逐渐的懂得了要做好人 有时就必须舍弃自己的利益 而那些世间的坏人却没有什么顾忌 对那些人来讲,损人利己 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如果短视的去看事情 总是好人都在个人利益上吃亏 坏人不外乎巧取豪夺 处处占别人的便宜 然而五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过去之后 回过头来再观察一下 那些好人与坏人的结果 就与当初的时候大不相同了 大体上都是善者天助 恶者自灭 好人行善积德 最终都能健康长寿 纵然物质财富不是每个人都很富裕 总是无庸无惧,心胸坦荡 即便生活中又遇到危难之时 最终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行凶作恶的人都在不同的时期 遭到了报应,或恒或暴毙 或身患绝症而亡 连后悔反省的机会都没有了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一语出自左丘明的国语周语下 表面的意思是说 与人为善,心向善良 就像登山一样 要不辞劳苦,勤奋向上 而与人为恶,随从邪恶 有如山崩石裂一样 一落千丈,顺席间 即堕落入罪恶的深渊 如果从更高的境界 来思索这句话的含义 从善之人,行善积德 其思想境界就会自然提高升华 虽然修善像登山一样不服艰难 但确实是在提升着自己 逐步走向高尚,走向美好 而从恶之人则恰恰相反 为非作歹,诅咒为虐的结果 必定是自毁虔诚 糟蹋自己的生命 其未来的命运就如高山崩瘫一样 急速地走向堕落,走向毁灭 其实行善还是行恶 都在人的一面之间 从善还是从恶 命运也完全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古代的圣贤先哲 一生都以济世劝善为己任 苦口婆心,不厌其烦 那是真正的为他人的未来着想 奸臣邪恶之辈,才会煽动他人的仇恨之心 离间挑拨,甚至强行拉人下水入火 纵观当今的中国大陆 许多人被中共恶党严重地洗脑 在吃喝玩乐之中,醉生梦死 在物质享受中,不顾良知 不听忠言,藐视劝善的人也大有人在 有些人甚至对劝善不屑一顾 恶意举报对他劝善的正义之事 殊不知,做人只有从善 才是得救的唯一的机会 排斥善良的结果,必然是无可救药 中共恶党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 用谎言欺骗,以暴力统治 导致无辜的中国老百姓 非正常死亡八千万之多 如果尽心地思考一下 善恶就不难辨别 凡是上了中共恶党贼船的人 必须公开声明退出 才能弃恶从善 从善还是从恶 一念之差,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 从善者走向光明 从恶者走向毁灭 报应丰毫不爽 天理至正至功 将来我们走向明 然后再往 再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